三皇子李承平真的像剧中那样单纯无害吗 南庆的那些皇子没有一个省油的灯 其实南庆的几个皇子中只有三皇子李承平才最像庆帝 像的是成王世子时期的庆帝 那时的庆帝还是成王这个最没有希望继承皇位的贤散王爷家的世子 武道资质也是平平 唯有心智异常坚韧 李承平这个被范贤一手刀就劈晕 醒来又被范思哲几句话就糊弄过去 认出范贤却只敢躲在大哥背后 很多事情都得靠母亲操持的废物皇子 与曾经胸无大志的成王世子何其相似 都绝妙地将呆蒙弱小 单纯无害摆在了台前 实际上三皇子李承平的城府一点也不比太子和二皇子少 试想一下 以太子和二皇子的心机智谋和情报渠道 居然都认为这个小弟弟单纯无害 完全没有将他列入竞争者犯愁这一点 就知道三皇子绝对不可小觑 其实最初和范思哲和开抱月楼的时候 他也是被圆梦蒙骗了 对于抱月楼市青楼以及逼梁为娼 草劫人命的事情皆不知晓 即便范贤找到一桂平告状之时 李承平的念头也像普通孩子那样 只是想逃避母亲的责罚 对于人命官司并没有什么概念 但遭遇了玄空庙刺杀 沁临险境之后他终于开始思考起自己的安全问题 李承平意识到范贤不仅手握重拳 还极受庆得看重 与自己占亲 还救了自己 这绝对是天上掉下来的大靠山 恐怕一桂平不想让他拜师 他也会努力向范贤靠近他 早期的李承平不被重视 没有靠山 更没有像太子和二皇子那样的权利 他所求的不过是自保而已 所以无论谁继位 只要自己未来能安稳地做个王爷 不被猜忌就很好了 但当范贤的真实身份被曝光后 李承平的想法发生了一些改变 因为此时的他已经拜了范贤为师 跟随范贤下江南的时间里 也对范贤产生了深深的敬意 相比于太子和二皇子 无疑他跟范贤的关系更加亲近 范贤的实力也比那两位哥哥更胜一筹 他觉得如果范贤登上皇位 自己的安全才算真正有了保障 可他并不知道 范贤对皇位一点兴趣都没有 太子和二皇子也在随后的京都叛乱中 相继自枪而亡 大皇子领兵驻守东夷成 是个妥妥的纯爱战士 到最后自己反倒成了继承祖产的唯一选手 陈平平死后 范贤与庆帝渐行渐远 因为李承平没有斩断与范贤的师生关系 他这个唯一继承人也获得了群臣的集体拥护 对于庆帝手中的皇权隐隐构成了威胁 垂垂老矣的庆帝竟然再次张罗起了选秀 并成功让梅飞产下一子 以妻再施制衡之术 此时的李承平精准抓住了国家形势和庆帝的心理 历经图治 隐忍不发 被众臣所欣赏 渐渐成为了众望所归的未来君主 而庆帝却在不久后 葬身在了五竹的雷射眼之下 李承平顺利继位成为了新的庆国皇帝 登上皇位后的李承平 也想大权在握 收回范贤手中的内裤和一英权利 但奈何范贤早已做大 即便交出了内裤 其软实力仍旧可以改变天下大事 李承平在见识了范贤的真正实力后 终于读懂了范贤的理念信条 认识到他也许不是隐患 而是让自己的政权更加稳固地及时 只要范贤不愉悦本分 也只能随他去了 最终李承平放下执念 和这位昔日的恩师走向了末路